这位也是北京居士问的 我们专念无量寿经 但也想通读一下净土三经 这样算不算转一 这个净土三经或者是五经 甚至于祖师典诸书 在平常可以看 不是完全禁止不能看 而是当作参考书看 不是专修 专修决定是一门 这一门天天要读 一天都不能去 不是专修的 每一天抽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看看 也未尝不可 所以主修跟祖修要分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古德常常给我们讲的 正足双修 决定不能妨碍振修 这样就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